这次带到美国来的超强台风 这是2006年拍的 它是一个政府行为 是一个地方政府 就是浙江 浙江在台风防范的事情上 曾经有一些探索 或者一种成功的例子 想通过电影来表现出来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 我觉得 我做到了一点 就是在命题的范围内 尽可能地把自己对灾难与社会 与人性和人与自然的这几个 原始在我心中的这种感觉和冲动 把它融会在这个范围内 在影片中 我们展示了一个经验 这个经验已经超越了艺术和商品的价值之上 就超越了这部电影之上了 是什么呢 就是任何政府国家在任何时代应该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去考虑 拍电影这件事情 就我个人感觉 我觉得有几种目的 第一呢 就是主流电影 它主要是商业行为 当年我也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嘛 我们其实特别的 就像你们现在这些孩子一样 我们特别的把电影作为一种很神圣的艺术 在学校的时候 特别的觉得崇拜电影 但是这二十多年走下来以后 我发现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 希望告诉我们所有的年轻人 无奈 电影是一个 就我们就主流文化电影说 它是一个商品 你要去适应商人的 或者经销商 或者投资商的意图 而这些人的意图 从他们的专业角度出发 希望你能够利益的最大化 能够获取更多的观众的走进电影院 去参与到这个消费 那么你选择的这种感情 和你选择的文化的阐述观点 就必须是大众化的 也就是让大家的各种各样的人 都能在这个电影中找到他的共鸣之处 比如说人性的 真善美的 一种揭露社会的那种 共同大家公愤的 是吧 还有呢 就是一种精彩夺目的 炫目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很难把原来最精彩的那些文化部分 能够通过在电影传达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在主流电影之外 我一直认为不要否定非主流电影 非主流电影实际上更加的是 艺术家个性的展示 更加的是一种真诚的 最原始本性的一种东西的冲突 它对电影业的整个的发展 它补偿和促进了 艺术这个方面的变化和发展 但是我觉得 中国人不会缺少这种原创的这种 就是想象力 中国人还是缺乏 机制 我觉得还是机制 就是说能够把这些原创的思想 全部调动出来 但是我要提示的就是 中国的电视提供了这种 大量的宽泛的这种领域 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可以通过电视的编剧 电视的创作完成 电视之所以它更加的容易生存 是因为它的市场 它的市场非常健全 它有几十个台 甚至上百个台 可以去生产电视作品 而在这个生产电视作品的时候 它每一个台都有自己的出口 就是说即使你这个市场把我疯了 比如说央视 你不播我的作品 我可以通过大量的卫星台去播放 那么大量的卫星台 它有大量的广告收入 它照样可以去投入产出你的作品 所以你的作品一旦上新了 就都变成观众手中的遥控器中的一个钮 所以拿个片子好 那就是真是靠你的作品的质量就能够夺得市场 电影不一样 电影你的作品质量好 未必能得到市场 甚至正相反 你的作品真正的优秀 有可能反而成为市场霸主们的强烈的竞争对象 它反而要灭杀你 反而你进不了市场 这句话你要仔细研究 这句话你就懂中国电影市场的现在问题 现在中国电影市场基本进入到一个强势垄断范围 这点上也是一个正常的市场行为过程